請問今天要說什麼呢? 姜維自殺徐子 這姜維真的從西邊打了過來 自從他跟劉阿斗告別之後就回到漢中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養兵訓練訓練軍隊 然後在諸葛克敗退回來的一叉挪 他就把軍隊給撤弄好了 然後他下令攻擊訓練有術的蜀軍 果然厲害 把這衛軍給打的是落花流水 衛軍只好堅守不出蜀軍圍著這個軍營 一直圍啊一直圍 聽說是這樣子的 司馬昭他就說是這樣子的 聽說是這樣子 於是呢我該怎麼辦呢? 唉 司馬昭啊哀聲嘆氣 這個時候 有一位年輕的將軍他就說 司馬將軍不用擔心的 我一定可以幫忙您打敗蜀軍 真的嗎? 真的 這人啊就是徐執 徐執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徐執這人啊曾經拿過衛國奧運第一名 衛國所舉辦的三國奧運聯誼台賽第一名 直鐵餅啊跑100公尺 200公尺 300公尺 800公尺等等 這是曾經拿過所有的整冠軍啊 於是啊 這司馬昭啊就很放心的讓徐執去了 徐執啊果然威猛 這個蜀軍啊終於啊算是吃了一個敗仗 但是這一敗呢只是啊 姜維為了啊要這個試探衛軍而已 沒想到衛軍變得這麼強啊 衛軍變得這麼強我該怎麼辦呢? 姜維他就說了 嚇好吧讚 你知道這位將軍叫什麼名字嗎? 秉將軍他叫徐執 叫什麼?徐執他叫徐執 叫徐執啊 徐執他是有什麼事蹟嗎? 他曾經拿過奧運總冠軍啊 啊?奧運總冠軍 就是把我國運動員給辦倒那個傢伙 他就說啊 江偉他氣炸了 他就說一定要殺了這個徐執為我們的運動員報仇 說完之後啊他就換了一副軍裝 他就說 蛤!徐執有什麼了不起? 看我的厲害吧 說完之後啊 江偉啊就策馬出去了 這徐執啊他打了一個勝仗 飄飄然的想要去偷贏結戰 沒有想到啊 突然之間啊炮聲這麼一響 砰的一聲啊 江偉啊 把那一隊啊 帶出去的軍隊給殺了回來 徐執啊他嚇了一跳 他剛要使出他的短跑功力的時候 人腿跑得再怎麼快也沒有 馬腿跑得快 這時候江偉突然就跑了上 追了上去 一槍啊 刺死了徐執 啊!的一聲啊 徐執就被殺了 徐執被殺之後呢 所有的衛軍啊 剛想要四散奔逃 這時候 這夏侯爸也策馬追了過來 啊啊啊啊啊 這些衛軍啊嚇了一大跳 這些衛軍啊 根本就沒有想到 蜀國上一戰是故意敗給他們的 唉 這個啊 就是我們衛國的命運嗎 領隊就立刻投了降 夏侯爸說 所有的士兵把衛國的軍裝給換上 是 所有的士兵啊 頓時就先換了軍裝 夏侯爸說啊 把軍裝換上之後 就回衛國吧 啊!回衛國 不是 我是說去偷襲衛軍吧 這一些都是江維將軍想出來的喔 說完之後啊 這夏侯爸他大笑而去 所有的士兵啊 他就立刻啊 穿上了這個 所有的士兵啊 穿上了這個衣服啊 呃 將為是 許職 那夏侯爸是領隊 屬兵是衛兵 就是這樣子 試完之後呢 所有的士兵啊 都已經準備就緒 終於啊 他們到了衛國的營寨邊 衛國當然是司馬昭啊 司馬昭就想 齁 無國這麼爛 這麼罵咖 我們屬 我們對付蜀軍一定也沒什麼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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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笑著他就說 報告 許職將軍 凱旋歸來 哈哈哈哈 司馬昭笑得更開心了 他就說 許職這個運動員 真不是蓋的 已經兩次凱旋了 哈哈哈哈 他下令啊 城門大開 營門大開 是 這一大開 這不大開還好 一大開啊 鼠軍立刻露出了 猙獰的面貌啊 這個 姜維就說 司馬昭在哪兒 夏侯爸也大說 大聲的說 司馬昭跑哪兒去啦 給我滾出來 這個廖華和張藝啊 就異口同聲的喊道 司馬昭你這個 我們把糕子給我滾出來 這司馬昭到底該怎麼辦呢 請先下來分享